今天我做了一锅拔丝的爆米花 就应该这样吃嘛 焦糖爆米花 玉米粒 一定要选这种干的 油 倒入口把玉米粒放进去 翻炒翻炒 包着去包着去包着去 过年了 好刺激啊 把炸好的爆米花淘出来 还在蹦 糖100克 水25克 把这个颜色已经在慢慢的加浓了 OK好这个是差不多了 把黄油加进去 火关小 焦糖熬好了以后 我们就下我们的爆米花 关掉 一定要裹匀啊 拌好的焦糖的爆米花倒出来 自然放凉 一颗长毛的爆米花 我对我自己这一道料理太满意了 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啊 好吗